嗨,姐姐阿姨,家人朋友,你们好 我叫卢凯,来自山东 五年前被医生宣告为终身瘫痪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,真的很痛苦,很绝望 从健全变成了一名残障人士 我真的无法适应和妥协 从部队回来后,把自己关在密封狭小的环境里 不敢直面生活给我带来的挑战 每天在家里,偷偷地抹着眼泪 坚持着锻炼 地面与座位的高度看着不高 但我试了一次又一次,还是没有上去 我自己也记不清楚这个动作我重复了有多少 今天的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成功地从地面转移到座位上了 一米八七的身高 二十七岁的我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希望站起来 但此时此刻我也真的很想说 我不想这一辈子让我的父母为我操劳 我要调整好我的心态,重新出发 不就是不能走路吗 但是我有双手,有大脑 一样可以创造生活的价值 愿生活当中的你可以给予我一份爱的帮助与力量 我也坚信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吧 加油